朋友们好,我是大野猪 本期为大家带来的是官方允许内的对于七圣召唤的详细说明 看完以后保证大家3.3直接就能上手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 这里先祝所有点赞的朋友出散兵和雷神 所有投币的朋友出角色和专武 所有三连加关注的朋友直接满命满金 没关注的朋友可以点个关注 有元神问题可以问我 先介绍一下对战界面 这些被称为角色牌是需要我们去收集的 当点击任意一张角色牌的时候 左上会出现他的技能说明 而右下就是选择使用的技能 右上这些球可以理解为行动点 最底下这些牌则是道具牌 接着是战斗说明 这里迪卢克选择了一技能 可以对敌人造成三点火元素伤害 并且火附魔 想要释放这个技能 则需要三点火元素行动点 但这里只有两个火元素行动点 为什么能用呢 因为白色这个是万能行动点 可以当做任何属性 技能释放以后 右上角的行动点就只剩两个了 行动点的获得是通过每回合的制投字 每次可以获得八枚行动点 如果不满意还可以重新投掷 然后是关于元素反应的说明 大家请看 剑鬼头上有一个雷元素标记 这时我们选择可以产生反应的技能 来对它造成伤害 本来只有三点的伤害就变成五点了 接着来说底下的道具牌 可以给我们带来各种不同的效果 比如说给角色牌装备剩遗物 还有回血造成伤害之类的 当然也都需要使用行动点 战斗方面基本上就是这样了 接着来说牌手等级 把这个理解成声望就可以了 总共可以获得600元石 同时我们在解锁收集卡牌 和完成目标的时候 还会有各种成就完成 所以总共加起来可以获得上千元石 那么卡牌的主要来源之一 就是和NPC对战获得货币 从而可以在商店购买各种卡牌 而整个游戏最有趣的地方 就是可以和别人进行联机对战 以后不用再评论区PVP了 有什么不同意见 直接上游戏来一局PVP 大家可以获得的卡牌都是一样的 不用课金 完全就是看技术 总结一下 此次卡牌带来的影响会有哪些 首先非常有序容易沉迷 二不用课金 三玩家对战是不会有任何奖励的 四卡牌收集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 五再也不用担心涨草了 最后祝所有点赞三连关注的朋友 都能收到自己想要的角色和武器 我每天都会分享各种原始活动资讯攻略 大家可以点个关注 每天看看 以免错过福利趣闻哦